我覺得川普是惡人天象 不是吉人才惡天象 而且他小難小傷以後 凡有厚福 而這一次因為趁著這個 暗殺案過來 連挑副總統候選人 都挑得得心應手 我覺得他挑這個vance 比上一回挑pence要來得好 雖然他們兩個人的名詞 都是五個字母 而且最後三個字都一樣 一個是PENCE 這個是VANCE 都是NCE 你看多巧合 但是我覺得這個vance的故事真多 他才39歲 從政才一年半 他是出生在Rustyville 就經濟衰退 鋼鐵業衰退的 這個歐哈爾的地方 而且從小就是家裡頭 就是多災多難 就是貧窮 一天到我搬家 老爸跑走了 老媽就是酒精中毒 酗酒 還有毒品都有問題 是祖父母隔代教養 把他帶給到農業州的Kentucky 這個費鋒胎最熟悉的Kentucky 把他帶大 還在那邊唸書的 對 他八歲的時候 還是祭父把他收養過去 然後換成VANCE VANCE這個名字是祭父的名字 所以他高中畢業以後 沒有念大學 就從軍去了 而且他從軍就當海軍陸戰隊 當完以後回來就唸Ohio State 我認為他唸Ohio State 是有拿退伍金人的補助 有很多優惠 對 他唸完 很快唸完以後 就去唸耶魯大學的法學院 唸導博士 在同學 在唸書的過程中 認識了他的老婆 他老婆是印度醫的印度人 這印度人是美籍印醫的 生了三個小孩 而且是非常傑出的大律師 然後他完成以後 就沒有回故鄉了 就去舊金山 然後在矽谷從事這個創投 在那段期間 短短的期間 他認識很多有錢的金主 未來的金主 而且是在政壇有影響力的人 但是你想想看 那麼短時間的人 信鼓滿坑滿鼓都是老人 他能夠冒出來 讓大家都信服口服 一定有他的一手 所以川普這一次跳得不錯 那是民主黨已經沒補 就說你這個機會主義者搖來搖去 一充滿矛盾 這干你什麼事 人家川普這點才厲害 他以前罵我 但是儘管罵我 不管他怎麼解釋 我覺得他好 我就要他 你越罵 越顯得你的 真的是潛乳技窮 而且這個Vance他怎麼解釋 他說我以前罵他是罵他的風格 就他風格我不同意 但是我漸漸覺得他的政策 是美國人民所需要的 這個講得也還好 我甚至很敢大膽的 我覺得這個整個共和黨的過程 藉著川普兩度進入白宮 然後他不能再當第三任 然後他退任以後 我認為他的這個棒會交給Vance Vance可能就是下一次 共和黨的總統提名任 這個跟國民黨就是 郭董有一點這個味道 郭董也是外來的 但是他力道不夠 沒有辦法受到國民黨的提名 但是他提名 大概也沒有這個川普的威力 而且你看他這個 共和黨的優點就是說 借了外人進入白宮 然後再下來就是這個描紅 跟正描紅的真的有假包含的 年輕一代的正式的共和黨人 國民黨要學這個教訓 尾翰 川普現在目前的狀況 我看到他的聲勢在往上衝 他的這一個就是 全國黨代表大會的提名過程當中 現場就已經形成就兩句話了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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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全場喊 然後再來就是USA USA 那個就是在他當天槍擊現場的時候 所建構的那樣子的一個氛圍 他會移入到今年11月的總統選舉 當然我不是沒選專家 我不敢斷言一定怎麼樣 又可能有變數或什麼 可是如果你以之前 雷根中槍之後的狀況來看的話 這個中槍者事後民調是上升 雷根當年上升了8個百分點 在這一次中槍之前 川普他本來就是領先拜登了 CNN的那個辯論 他還大幅的這個 認為他辯論表現更好的人60幾% 拜登只有30幾 當然觀眾朋友我們在錄影的同時 剛剛這個就是拜登又接受了專訪 MBC專訪 又談到這個退選的問題 他很堅定的講說絕不可能 所以有人在等說他會退 他還有一句話講完之後 我看這個也會變成是他的主軸 川普是可以選 大家認為他可以 我跟他只差3歲 我只比他大3歲 為什麼他可以選我不能選 還有一個說法 這個可能比較了解美國選前的人講說 原本一直想說可不可以 把這個距離再拉近一點 可是當川普他現在被槍擊之後 他甚至也這麼忘記忘之下的時候 好像這時候去換拜登的意義也不大 其他的民主黨也沒有人 可以跟現在的川普來對抗 所以要換他的那個聲音 好像這幾天看起來就少了一點 我覺得 好 我就我個人的主觀看法 因為我有經歷這兩點的事情 當時我在採訪 我跟馬英德在淡水 他當時正在淡水的國民黨的地方黨部 現在也因為 馬英德那時候是連送的競選總幹事 然後我看到了新聞之後 他還不知道我要叫他阿扁中槍 他怎麼可能 然後趕快立刻停止活動 回到總部 然後要飛去台南看阿扁 這時候是連方瑜要代表 對方玩具 阿扁不給他看 我簡單講 因為川普中槍跟陳美北前總統中槍 有三個非常非常不一樣的差別 這是肯定客觀拿出來 可以跟大家討論 第一個是中槍者的民調不同 當時的各大民調 沒有一個是陳美北領先連送的 沒有 可是現在目前川普是領先者 所以領先者他中槍 你想說領先者 自己是不是安排一個神槍手 來弄我一下讓我民調 這完全邏輯就是不對的 我不是說 我認為陳美北前總統的 這個兩個自然是只好自言 只是說因為他民調落後 然後他後續也因為這樣贏了以後 所以不相信者就中 很多人不願意相信 第二個就是中槍後反應 因為川普在中槍的時候 當下包含他還 Let me get my shoes 他還要穿鞋 然後已經要趕快送走了 其實有人懷疑 我知道我看到很多網友在留言說 都已經中槍了 除非他是假的 他怎麼還敢站在那邊比 那個密情局的人的對話 因為麥克風沒有關 他有講Shoot us down 已經有講 槍手已經被制服了 所以才會他堅持的情況之下 密情局還是保護他 你把他全程把他聽完就知道了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第一個他要穿鞋 第二個他還要跟現場的民眾致意 然後我要Fight 然後下面USA對不對 可是回過頭來 就當天319槍擊案的時候 槍擊之後整整十幾個小時 就搞不清楚狀況 人也沒有 如果既然只是擦傷 照這個川普的做法 他就是跟大家再表示一下意見 雖然我流血 我還要講話 可是當時陳建中沒有出來 是邱藝人一抹微笑 這段大家看了以後就沒辦法支持者 各自的支持者會覺得說 好像不是那麼的光明 最後一個就是公布細節的時間 因為319已經過這麼久了 有的人覺得 根本都還沒有看到真相 可是美國的話 槍手當場被制服 當然還有人質疑 可是大致上那個過程 流程 位置圖都已經出來了 在行進過程當中 你可適便路邊出現什麼人 真的複雜 川普這個狀況就是 以我們台灣標準來講 觀眾朋友我補充最後30秒 如果總統出現在一個空曠場 有時間會是演講 比如像總統府 左邊的國發會樓頂 一定有國安局人員 右邊的北玉女 就算你沒有槍手在那裡 狙擊槍會佈在總統府後面的樓頂 我講太細了 但是你今天在制高點一定都有人 那美國強說那是警方 這我就真的聽不懂 我們台灣也是很多是警方 特勤中心會指揮警方 不管他是警方是憲兵 是特勤人員 或者是地方的巡守隊好了 你總要有人站在那個制高點 可是這一次那個屋頂是漏掉了 這一點真的是很奇怪 老闆 講到我也很好 第一天大家都說 怎麼這個人拿那麼大的槍 他可以進入重圍 靠川普這麼近 我就特別講不一樣的看法 我說附近的高地 高點 屋頂不多 起碼要去看一次 電梯 樓梯要去查一下 沒想到局長竟然講 那個地方不歸我管 那個地方是地方管的 我覺得這是很窝囊的講法 不過主持人 我告訴你 我們花了整整一節的時間談阿扁 我是認為我們是上當的 非常不妥當的 阿扁 我如果是阿扁 或者是陳時中 或者是其他的家人 碰到這個事情 我會覺得真的是很尷尬 我會去躲起來 盡量不要來問我 盡量我不要講 他們一家竟然出來蹭 這個川普的謀殺案 我覺得真的是 面白很高的 不過我平白二回來講 你覺得天網恢恢 上天是公平的 阿扁如果沒有這兩顆子彈 他不會連任 他不會連任的話 他沒有這些案子 他沒有這些案子的話 他歷史上的流民 就完全不一樣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值得 像王毅川這種人 真的是蛇慎良話 怎麼講都別 你說現在為了替鄭文燦講話 就說他過去對桃園的貢獻 不能來也要把他考慮 不能完全把他說 現在是什麼態度 但是王毅川這種人 最喜歡講兩講的壞話 兩講對台灣根本 就是最大惡極的歷史 最大的罪犯 但是兩講對台灣的貢獻 你們考慮兩個抵銷一下 所以這都歐別說 要說就得了 至於桃園 我在臉書就講 這個弊案在桃園不分藍綠 因為真正的桃園的 好幾千億的土力 這個更改定 這些東西好幾千億 尤其是航空城 我覺得航空城真的去挖的話 當然王毅川當董事長這個時候 包括甚至安查很多人 落選的縣市的人都安插到桃園來 很多就是不需要的董事長 不需要的總經理 就是坐領甘心的一大堆 但是這個還是小數目 就是航空城這一塊那麼大的土地 在分割 劃分的過程當中 先有消息然後去賺這個小的預先消息 而賺的錢的所在都有 而且藍綠都有 所以你看現在桃園 這個就是說老一輩的 小牛 這個剛剛上藍的 林桃 這個不算 因為他們還沒有占到好處 但是已經上任在檯面上 已經有一段時間的 不管是藍 不管是綠都有份 這個就是要怎麼挖 還有你這個涉案的程度有多深 我在這裡再講一次 藍綠都有份 所以現在藍綠的民意代表 很不願意上節目來演講 因為他們都曉得說 我的份到底會不會被挖到 到時候不是很丟臉嗎 所以弊案在桃園不分人類 弊案在台南沒有派系 偉翰 因為王玉川剛剛那個影片 大家看有可能會有時空措施 怎麼會是劉許廷在跟王玉川 對 那是2019年的時候 航空城董事長 劉許廷是議員 現在劉許廷已經當立委了 王玉川現在也 他當時沒有這麼全國知名度 是這一次的立委選舉 他背排不分區 然後全台選獎 所以他的綽號叫拱川 所以民進黨的支持者是 王玉川是很有影響力的 他出來等於是送暖 但你一看他當時是 這個航空城董事長 他當然也就 等於鄭文山提拔他的 是的 但也就純屬送暖 今天他並不是以一個說 譬如說他很獨立超然 來看桃園的事情 我的態度一樣都是這樣 誤網誤眾 就是中華民國無罪推定 現在目前鄭文山面對的是 2017年的500萬的那件事 可是桃園在這麼的建設 快速的發展人口 移落狀況之下的時候 我相信建設是一定有的 所以王玉川講這個並沒有錯 只是當年譬如說被監聽到 然後還拍到照片 沒有去搜索官邸 你這個就不是一般檢調的做法 大家就會認為說 他是不是有人在保護他 現在保護傘沒了 所有的桃園過去這8年 鄭文山前市長旗艦的 每一個案子都去檢視一下 有問題的可能就抓 糾錯 沒有問題的也還拿清白 回過頭來再講說 鄭文山他的剛剛前段講 他身材胖 我認識他很久 因為採訪 我從他瘦的時候就認識他 我很負責任跟大家講 他並不是說怎麼樣變胖 他就是吃喝變胖 這個其實倒回來看 他的身材變成這樣 是因為他在桃園拼了命的在跑 他在桃園能夠連任 或是當年能夠選贏吳志揚 其實大家都很驚訝 因為桃園本來比較藍 現在看起來桃園還是藍 六席都是國民黨的立委 市長也是張善政 可是鄭文山如何這8年當中 他可以選上又連任 他地方的這個綿密的 我們違法的絕對不能做 可是他關心地方林里長 不管你是國民黨還是誰 我這邊要幹嘛 他市長親自去 然後一個晚上跑六七拖 六七拖有人跑的話就是 就是以茶代酒 或者是說做個樣子 他是真的有吃喝 所以才會突然變這麼胖 那個已經我覺得過胖 都會身體不好 那個跟貪腐是無關的 這點部分大家也要理解 不過你說完全無關也很難講 就是吃喝那麼多 在應酬當中卑躬交錯 那一定有就拉了很多關係 政商關係 以後都不應酬 看有那麼多政商關係 我就不相信 這個胖不胖 應該我講一點 很多人他胖瘦不下去 都說這跟吃沒關係 我喝水 吸空氣都會胖 這個是胡說八道 所有被關過的人 沒有一個是胖 沒有一個是變胖 大家都變瘦 你剛才有講過就是饒飯 大概就是油的成分比較低 不是 它是熱量的總量滾空 它總量大概如果給你2300卡 就是不會超過那個 所以顏簽標就是一個 最好的例子 當然肥胖瘦與否跟貪賭 不一定成正比 但是如果你在考慮 其他的生活方式 比如說跑通很多 比如說你跑得通常是真的吃喝 還有比如說你處理家裡 長輩告別式的方式 這通通加起來 其實代表一個從政人員的 生活方式跟核心價值 如果你連儀 檢儀養延真的做到家的話 不是像古時候有些官 表面穿得泡泡泡泡 你先看看 裡頭都是籌斷零螺 這樣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這代表什麼 代表生活方式 跟你做官清廉不清廉 是有絕對關係 做官清廉吃飯膠炎 怎麼會胖 這個滕西華 我已經認識他好幾十年 有學問好 有實力 而且立場公正 我認為他應該早點進入 官僚體系 對健保 對社會醫療 一定有很大的幫忙 但是他今天的講法是不合邏輯的 我跟你講大家應該去了解 大家都最大的正義說點值要不要固定 我覺得點值有等於幾塊錢 這觀念一進來就完全離譜了 原來是點值出現是因為總額預算 總額預算這個點值是它的工具 就是把所有的病都給個點 然後每一點就是一塊錢 好 那這樣有一天 這個總額預算這個快要破產了 但政府來一個很奇妙的想法 就是說點值打折 就一點不再是一塊了 一點是9毛5 9毛3 9毛2 甚至掉到8毛多 是接近7毛多了 但是等到COVID-19發生的時候 很多譬如說小兒科 譬如說兒病後科 他們沒有病人 所以使用的點就下降了 照道理講 它一旦總點數 使用數下降了 它點值就應該不只一塊了 它應該可以漲 它又不漲 所以它降的時候降得很兇 該漲的時候它不漲 所以這種完全是官方一手可以操控的 所以你說它是市場機制 他說不是 我社會主義 你說它這個是政府要負責全部 他說不不不不 護士小姐不來上班 這是自由市場 隨才講 隨才講講的 現在問題是賴清德總統 他是醫生 他對這個點值是最敏感的 他選舉所有的 答應的 今天都翻案了 但是今天藍 綠 白 增值在點值要不要fix 要不要fix在1塊或是9毛5 這是錯的 你要回去根本檢討 整個全民健保的財務架構 全民健保的財務架構是 現在病越來越貴 因為現在新的病要給付的 很貴 貴的要命 老人越來越多 還有很多的新病的治療的新方法 貴的要命 你到底給不給 你給的話 那原來的結構是不通的 但是大家不敢面對 現在所有的醫藥費用協會裡頭的人 除了醫生代表 但是醫生代表是少數的少數 其他的人通通反對增加 通通反對增加總額 因為他們是不在乎 整個醫療會不會崩盤 通通反對你醫生再大的聲音 也沒有辦法調漲 就這樣 等到有一天 我跟你講我們會步上韓國那條路 韓國那條路就是醫生 就是真的不幹了 其實這個東西 大家可能會看到一頭霧水 就是九個樣態 到底我記得掛號信之後 他有沒有把那個回支點回來 觀眾朋友 我的態度非常明確 因為我們台灣也不是第一次辦罷免 可以舉出來的例子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像韓國瑜罷免案 陳柏惟 黃傑 林長佐 那麼多歷歷在目 中選委現在的意思是說 過去怎麼辦 現在就該怎麼辦 所以過去如果沒有把那個 掛號給寄回來 其實他並不會把他 剃除他的連署 觀眾朋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現在連署書送了4萬份 30792份就過關了 所以要剃除到 讓這個罷免案不成案 看來並不容易 他會成案的 你在這個細節上面去堅持 我覺得兩方都有道理 中選委講說以前就是這樣 不用加嚴 那基隆士選委會講說 我就按照規定辦 他既然沒有寄回來 那我當然就不算他 其實理由在哪裡 細節就在於說基隆有30萬人 可是每天有大概10萬人 跑到台北市去上班 新北市去上課等等 他可能沒有住在基隆 那觀眾朋友他沒有住在基隆 他就沒有辦法回去收那個雙高號信 可是他在罷免投票那一天 他是絕對可以回去投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是覺得 雙方都不用在這個細節上面去糾結 那我的結論很簡單 因為我已經上次在我們節目中 跟大家報告過了 蔡適應拿到7萬1 鄭文廷拿到6萬9 這是分別六成投票率跟七成投票率 所開出來的民進黨的得票 都沒有超過7萬6千票 這個罷免的門檻 那以過往的罷免案來講 像黃捷他的反罷免票 還比罷免票高1萬票 觀眾朋友知道黃捷那次的罷免案 他的罷免率多少嗎 41%而已 是陳柏惟跟那個鹽款那次他51% 可是遠遠低於6成 只有5成 只有4成 所以只要謝國良好好的 把他過去這段期間在基隆的 他做了什麼 他是小愛爸爸 他的女兒叫小愛 他是友愛城市 我在基隆做了這些遊戲愛樂園 我為了基隆人去台北上班比較方便 那個台鐵的特快車直達車 我都加開了 基隆人覺得這個市場做得不錯 這自然就過關了 以基隆市選會來講 我再次強調 他的堅持是沒有錯的 依照選罵法 可是問題是中選會現在 一副要讓大家覺得說 基隆市選會要把這個罷免給沒收掉 反而增加到時候投票那一天的投票率 其實我覺得這可能會讓他的罷免票 反而會提高 韋山 嚴格一點 我覺得較高門檻 或是家延身分證明 或者是其他各種 跟罷免的方法有關的 剛剛韋山強調這些 如果積怨累積的話 其實對你並不好 但是我要更好強調一點 我覺得我們台灣不管是藍綠 沒有從槍擊案 這個謀殺得到教訓 為什麼槍擊案發生 就是累積仇恨值 那我問你台灣的仇恨值 這三個字 流行不流行 非常流行 而且在盡量培養仇恨值 但是台灣因為持槍的加護數低 所以我仇恨的極致 也不用殺掉你 但是我們有另一個方式 累積仇恨值 然後終結你的政治生命 我問你終結政治生命就是罷免 那跟終結你的自然生命 就殺掉你有沒有一樣 很像 所以我在這裡 我跟大全國人民講 我從今天開始一個月內 我一定盡量宣揚 說民進黨如果不趕快回頭 培養仇恨值 然後在今年下半年跟明年上半年 進行這種很奇怪的罷免案 我覺得最後你會倒過來自己吃虧 倒數10天 核電減半 今天是7月16號 7月26號就是核三電廠的1號機 要除育的那一天 過了12點 727 所以報紙都寫727 觀眾朋友 這是目前經濟部的計畫 我們的台灣的電廠 所有電廠 所有的電廠 那這個是叫做太廚計畫 所以現在是2024 今天我們是2024年 來 大家看一下 2024年的時候 我們會核三的1號機 95萬千瓦 7月26號它會除育 這個按照計畫走 可是麥寮的1號跟2號機 沒有要剔除 這是燃煤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還在跟 有時候幫他跟俄羅斯買煤炭 我們燃煤電廠繼續火力發電 這兩個應該要剔除的 沒有剔除 明年的5月17號 另外一個機組也是95萬千瓦 觀眾朋友 兩個90萬加起來大概190 可是這三個 這個燃煤的 麥寮的1 2 3加起來 各60萬180 差不多 好 這個是要剔除的這兩年 那要增加的部分 就是新達電廠 大潭電廠 跟台中的火力發電廠 所以現在就是會用火力 來彌補核電 方向就是這樣了 包含了行政院的副院長 剛剛我們看的那個 他的回應的引帶 他的意思是說 第一個你要把燃料池裡面的燃料包 拿出來 所以核一跟核二就沒有辦法 因為根本沒有乾脆儲存槽 核三燃料池沒有滿 但只能再用4年 就算燃料池還沒有滿 也不能用 因為第一個 法令的問題 立法院國民黨說跟民眾黨說 要把法令5年前就鬆綁 鬆綁OK 鬆綁以後我們就要進到技術性的 再檢查 那個需要3到5年 所以由0280以前 根本就不可能會有了 何況最後補一點 因為大家都在討論童子嫻 他是副召集人 他一直說他用核能 大家覺得說肯賴清德會用 不要忘記 鄭麗君也是氣候委員會裡面的 副召集人總共3個 另外一個是仲淵的院長 鄭麗君跟仲淵的院長 他們兩個人都沒有支持核能 只要賴清德總統沒有轉彎的話 我們在明年的5月17日以後 台灣就開始進入到 完全沒有核能發電的時期 用火力來替代 我認為這個能源的結構 或是電力到底夠不夠 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但是我們為什麼每年 都在玩這個遊戲 很多事情可以少少鬧 我覺得這個事情不可以的 因為台電的報告出來以後 我覺得國會也沒有很負責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報告 到底每年能不能夠如數達標 有的話當然最好 沒有的話 沒有的話要受到什麼樣的懲罰 要受到什麼樣的處分 你要負到責任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國會在這一點 其實沒有很嚴肅的態度 去做到讓台電很緊張 我覺得台電 他每年就玩一次 每年玩一次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照樣過 現在他51年來的 你不相信也有可能 因為我需要那麼安定 你這樣對付了三個案子 是不是有一定會 box 你可憐的 你進行我